今天的影片和您朋友的合作社 里面刚刚想到当大龙第三品之外 上去美朗的市长的桌子上头 一间又一间的电缆品 不管是这幽露的地方的人 或是一间一间的手工业品 以上帝最悲惨的 应该是外面上的漂流木 潘橡木就是这个小椅子 这是最大的最好的 收藏到这个漂流木的铃森金 是来到在地铃花转到 手头客的这个铃剂的链竹 没说朋友可能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厉害 不知道铃剂是在中国的很重要 因为铃剂就在土地 大概三千年还会出现 所以古代的人在书行 那书都知道 如果去找到铃剂来做铃剂 这说能量最高 到一铃可以一千杯 一般收藏的铃剂 用到铃剂 或是铃剂来做 说它没有铃剂来到共大 而且不是青菜铃剂 就可以来做铃剂 铃剂有五层皮 所以要它起两层 绕三层 绕三层 它会变成这种铃剂 它这铃不是铃剂 这都不能去用铃剂 就要抹抹抹起来就变成了 越黏越金 越黏越金 这组现地的村口 经过来的经修外华料 现在变成了 龙特三品 跟文聪的电视机 这回的电线 让人是代开感觉 还是说要来看 家庭贵的东西 可以到六甲 铃铃合作社去看看 南天新闻 等一下 六甲菜方法 多多 多多 感谢观看